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这一个八字 勿虚窥害跟假生 这一个八字 当事人说 这能不能算三官配印 你看 三官配印 三官配印 伤官配印 伤官配印来讲 在古书上 伤官配印的人 其实都是那种好命的 一级富贵之人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是不是这样 我们还是要回归到五行流通上去判断 而不是单纯的一个伤官配印就会怎样 就很像人家的狗叫乖乖 难道他很乖吗 说不就很坏 所以说还是要看他实际的状况而定 不是听个名字 就认定一定怎样 好 我们来看看 这个八字 我们会知道 他天干出现了一个乌魁盒 所以说他有一个财在这里 他地支出现了银亥盒 所以地支为土生金 所以其实假如我们单单看本命的时候 因为这八字本身他具有一个财运 所以他财运本身就会不错 不错 可是我们来看看他进入了这个更生大运的时候 应该犯在叫更金克甲命 所以其实他现在所面临到的 就是他的财运的部分 是破财的 他是破财的 我们再来看他下一柱大运 他下一柱大运 甲己义合 没有财 没有财 所以其实他会面临到两柱大运在财务上的一个问题 在财务上的一个问题 这个是他在这两柱里面 第一个问题就出来 他的财务 我们再来看 他的另外一个官 大家都很重视的官 他现在是在更大运 那来说我们就可以知道 他的官运就是有两个 丙火跟丁火 各位 这个八字 在天干 他只能够用丁火 不能用丙火 所以说他只能够二则一 那我们看第一支 这个来讲的话 他可以用 无火 但是不能用 怎样 四火 因为四生会合 所以来讲 在这一个官运来讲的话 他的都是一半一半的一个现象 那假如进入了到下一柱大运的时候 甲己义合 他天干一样很怕丁火 丁火他不怕 但是他的地支却出现了 四火 五火 全盘不能用 所以其实我们会发现到说 这种八字有没有 一级富贵之人 结果我们去看说他的财运 其实也没有比较强 他的官运也是一半一半 所以尤其到下一柱大运的时候 更是拿几乎全军覆没 所以他反而不是说什么三官配印 这就会怎么样 他反而要 他现在 因为破财是为主要的因素 因为他没有官运 所以说他的官运算平稳 但是要特别注意就是 官运出现的时间 是好是坏的一个状况 我们就会知道就是说 他现在反而他这两柱大运 要做的就是守财 因为他毕竟来讲财运是偏弱的 所以这时候不要去想说他要去做创业 经商 不能够这样子去思索 反而你看这种八字 因为是偏弱的 所以就找一份工作 好好稳定稳定的去做 这样子反而会对这个八字 他是比较有利的 因为毕竟你看 两柱大运完全没有财运的一个情况下 官运也是零零落落的 所以与其这样到部就去 就是说商场跟官场来讲的话 这个八字就比较适合到一般的官长去发展 因为毕竟来讲 他的八字最大的缺点就是破财 所以他假如到商场的话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 你说经商可能赚一年 可能会赚一年 但是赔个七八年 了不了解 赚一年赔七八年 不是那个吗 很可怕吗 所以像这一种的一个八字来说的话 我们常常讲不要用术语 了不了解 不要去套用格局 而是你要看他的一个五行深刻 流通扣的一个现象 好 那就自然好 不好 那真的就小心一对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